大家好,很多花友在高温阶段不敢给兰花分盆或者是上盆 那么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 这盆兰花是我在8月份给它进行分珠的 那么分珠一直到现在10月底了也大概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我们会发现这一盆兰花现在已经长出了三条新芽出来 大家看这是之前的一条新芽 然后这边也长出了一个比较壮的新芽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新芽 这个新芽的状态长得还是不错的 也是比较粗壮的 植株也没有出现任何生长不良的情况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在高温的时候给兰花分珠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分珠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全面的杀菌工作 特别是伤口还有根系这些部位 分珠的伤口部位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多精灵涂抹这个伤口部位 然后把它晾干 如果是根系的话 我们就对水稀释1000倍 给它浸泡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自当的晾干根系之后 再重新摘种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点 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适宜它缓苗的环境 这个缓苗的环境一定要通风透气 而且呢温度不能够过高 这样的话呢它才更容易浮盆恢复生长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条件呢 就不建议大家在高温的时候给兰花进行分珠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